老实说 这些年文物专家在民间搜集到的文物 真的还是非常的多 特别是几十年前的时候 那会儿博物馆的文物专家 会经常性的下乡进行文物普查工作 目的是宣传文物知识 另外也是去寻找遗失在民间的文物 我们现今许多博物馆的文物 都是文物专家在农民手中征收来的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 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有些文物差点被毁之一旦 比如有的村民不知道什么是文物 就拿去卖给了废品站 还有的干脆放在家中当基石盆 反正什么样的奇葩例子都有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件事情 说来是很有趣的 但是其实是很令人心痛 当时可是把文物专家给气坏了 但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老头也不是过意的 一把上方宝剑居然被打成了切菜的菜刀 想一想就却得憋屈啊 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重庆高官镇 主人公是一个很朴实的老头 这个老头和往常一样去自己的菜地里干着农活 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 一锄头下去的时候 突然他发现似乎挖到了什么硬物 因为虎口有点麻住了 起初觉得肯定是一个石头 毕竟挖到石头很正常的 结果他在挖这块石头的时候 看到一把沾着淤泥的剑 虽然说有污泥包裹着 但是整体上来看是一把剑无遗 当时他拿起这把剑去旁边的河水冲洗 发现这把古剑生锈的厉害 剑身是银白色的 但是整体上还是破旧了点 说明有一些年头了 他想着要么拿去卖给废品站 还是能值一点点钱的 在农活干完之后 他就带着这把挖到的剑回到了家 本来想着拿去当废品卖掉 可是或许年纪大了 就突然忘记这茬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 这把古剑就安详地躺在了老头的家中 直到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 老头来到家中柴房拿刀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 这把之前挖到的古剑 老头灵光一闪 觉得这把剑可以改成菜刀啊 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啊 而后这把古剑顺利地被改造成为了菜刀 过了几年之后 文物专家下乡宣传文物知识 老头才想起了这个事情 心情可能出问题了 于是就领着文物专家来到自己家 看这把菜刀 文物专家鉴定之后 发现这把古剑非常的惊喜 应该是清朝时期的 上面还有青龙剑三个字 历史学家透露 这是清朝皇帝亲赐的一把上方宝剑 可是眼下这把上方宝剑 却被改成了菜刀 这绝对是气得文物专家背过去了 最后这把上方宝剑 自然是被文物专家拿走了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一定要爱惜文物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男子拿二十万买的赵子龙配件来建保 专家 假的 但这把更值钱 三国志赵云传 自子龙 常山真定人也 本属公孙赞 赞浅先主为田凯巨元少 云遂随从 为先主主祭 赵云是三国时期蜀汉猛将 在那个歌剧混战的年代 他的骁勇善战 英勇无敌 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机场扭转了三国局势的大胜仗 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此 常山赵子龙的名号 在史书上 常常与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并列 曾经有一个男子 拿了二十万买的赵子龙配件来建保 专家只看了一眼 就咬定这把剑是假的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 这把剑其实比真正的赵子龙配件 更值钱 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赵子龙这个人 和他生活的时代说起了 赵子龙原本是公孙赞的部下 后来公孙赞跟随汉氏皇亲刘备 为其效力 赵子龙也选择跟着刘备南征北战 还在危急时刻 刘备不得已丢下契儿独自逃跑时 赵子龙只身在曹军的包围中救下后主厄斗 除了在战场上百战不殆 被称为常盛将军以外 赵子龙并不是一届只会在战场上 捂刀弄枪的莽夫 除了是一员猛将之外 他还是一个眼光非常长远独到 而且很有大局观的儒臣 在关羽张飞相继被害之后 赵子龙就已经看到了刘备的弱势 早早认清了局面 于是他劝刘备不要乏武 明则保身 同时赵子龙还是一个对百姓怀有悲悯之心的将领 帮助刘备平定一周之后 他劝其将田宅归还给当地百姓 正是因为性格善良 正直且战绩卓著 赵子龙在生前和死后的威望都很高 他被刘备信任 也深受军民爱戴 在三国时期几乎算是一位完美的大将 虽然书中没有对赵子龙的兵器做详细记载 但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 赵子龙常用的兵器可是长枪不是配剑 但是古代武将的兵器众多 赵子龙这样的名将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就算善用长枪也不妨碍他拥有配剑 这个花二十万买到假赵子龙配剑的男子 上剑宝节目的时候对这把宝剑十分珍惜 他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古董收藏者 所以自小在耳濡目染之下 他对古董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见底 这把剑是他在国外拍卖会上购买的 第一眼就看出这把剑并非反品 所以他十分自信地表示 这把剑肯定是真正的赵子龙配剑 在剑宝节目上 这个男子也不让其他人碰他的宝剑 就连主持人想摸都被他制止 必须要戴手套才能摸这把剑 可以说十分珍惜 专家看到这把剑的第一眼 就知道男子买的并不是一把真正的赵子龙配剑 使这把剑的来历更加珍贵 因为它由青铜锻造 从剑身的氧化程度和散发出的结晶光泽来看 这是一把历经几千年腐化的青铜剑 而赵子龙所在的三国时期 至今还没有发现拥有如此精湛工艺的青铜剑 所以这把剑不会是三国赵子龙的配剑 剑的剑柄上装饰着铜心圆 并且刻着八个双钩传书大字 这样的文士一看都是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五岳之地出好剑 月王勾剑剑就是其中的一把鸣剑 而那个时期传下来的宝剑不过三十余把 其中大部分被盗墓贼以非法途径转卖 有些还流落到国外 随着时间的流逝 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五岳宝剑价值越来越高 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个来上剑宝节目的男子二十万买来的所谓赵子龙配剑 其实是月王勾剑的儿子石宇的配剑 这把剑比真正的赵子龙配剑都珍贵 因为它年代更加久远 由纯正的青铜打造 锻造工艺也十分完美和精致 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宝剑 这把剑和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月王勾剑剑外形十分相似 专家仔细查看细节后猜测 这把剑和月王勾剑剑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月王勾剑剑在出土时给在场的考古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历经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并且锋利无比 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锻造工艺的巅峰之作 并且月王善用剑 史书曾有记载 王者之剑必然非凡品 这个来剑宝的男子也算是误打误撞 居然花了二十万买到了月王勾剑时期留下的宝剑 并且还是真品 如今这把剑的估值约在五百万美元以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工作